先生有我们健身了解一下吗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健身房看一下 我叫庄子豪 我叫谢江云 今年32岁 我是澳门出生的 我是来自澳门的 今年已经25岁了 我在北大毕业的 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系 现在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健身房 我在做健身房行业这之前呢 其实只有做过金融行业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回到澳门的中国银行去工作 北大人有个情节 就很喜欢结识北大的人 所以当时知道他北大人 就觉得也没有想太多 但觉得可以多一个朋友也不错 而且刚好又是同一个公司的 然后后来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的真诚吧 在澳门生活了大概六七年了 跟着慢慢就觉得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方向了 慢慢就我延伸的方向 我觉得每天我朝九晚五这样工作 在我们交往大半年的时候 他就有说这个项目啊 怎么样怎么样 就我们也会讨论 可能有些东西我在心里还是有点 就有点火吧 想真的把它放出去 所以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昨天就有一天 就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说 我想说做一些改变 我想离开澳门 来到北京去创业 女朋友一开始也说 也有一点破冷水 也会说真的要去吗 那我可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什么的 突然我就想那我们一起去吧 我甚至也想了很久 我都不敢跟我家人讲 一开始还骗妈妈的时候 我说妈妈我要出差两个月 但是当然自己 其实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其实有想过留在北京 但是自己没有那个勇气 我男朋友要过来了 可能就给了我一个动力 然后那一下就冲动了 就毅然决然就来了 以前可能打工的话 你只要自己拿到工资就OK了 其实其他就不用管 但现在不是 现在你是要发工资 放在你肩膀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 我一点都不会后悔 过来三年之后 我觉得真的学到很多 在自己普通打工的路上是学不到的 也让自己的眼光看了大功德 来了北京之后 对我自己各方面 比如说感情啊 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澳门 就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 然后来了这边之后 就我觉得首先生活上自理能力吧 感情上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经历了 来北京创业的这个阶段之后 其实会更加的了解彼此 到底是不是自己确认的那个人 现在女生嘛 年龄的时候24 25 是她最漂亮的 最美的时候 但是她会放在一个 就刚创业 可能也不知道没有结果 可能就也不知道是什么 的方向的一个男人身上 放弃她自己原有 在澳门非常安逸 非常好的一个生活 所以说说一个三年之后 不行 旅行 我就想说进入下一步 在前前就赶一败钻戒了 所以希望这个 Super Alive 对对对 可以让我这样 对对对 小嘉栅 我是 如果您可以让我来 他跟他穿过的 都可以让他 这个 感谢观看